18年果然是个好剧连连的年头 由迪丽热巴和周一鸣主演的烈火儒歌即将开播 相信当年很多人都熬夜的追过原著 该剧是改编自明小夕的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了迪丽热巴饰演的儒歌是烈火山庄的继承人 她是个如同火焰般纯真活泼的女孩 剧中热巴更是大战侠女风范 帅气抬腿拍动作戏 英气十足 从小和师兄们一起长大 喜欢用张彬彬饰演的战风 两个人两情相悦 可是后来因为19年前的陈锋往事被揭发 战风彻底改变了 她开始对儒歌冷漠无情 受了情伤的儒歌偷偷跑出了烈火山庄 遇见了有宰宰周一鸣饰演的盈雪 盈雪是仙人 她一直喜欢儒歌 一直在等儒歌的到来 因为天生容貌出众 被人誉为天下第一美人 她最喜欢的就是跟儒歌撒娇 但是后来为了救儒歌等人 幻化为漫天飞雪 这部小说是在小玉读初中的时候看的 当时看的爱不释手 虽然如今很多情节忘得差不多了 但是对于整体剧情还是有轮廓 特别是对盈雪这个人物印象很深刻 记得她的爱很纯真 很期待热巴和仔仔 给我们带来记忆中的惊喜 好了 今天的美人娱乐剧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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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